无嘴说法 有意学僧悼念 出家数十年 到处参访 皆未能开悟 一日 请示十楼禅师道 未是自己的本性 其禅师方便指示 十楼 十楼无嘴巴 悼念 学僧致成 息耳恭听 十楼 你听了什么 悼念 学僧自知罪业深重 十楼 老僧罪过也不少 悼念 禅师过在什么地方 十楼 过在乳飞处 悼念 可以忏悔吗 十楼 罪业本空游心造 心若灭食罪易亡 悼念随即礼拜 十楼禅师便打 打后问道 你最近离开何处才到此 悼念 梁堂进汉州 到处行脚云游 十楼 这些主人还中佛法吗 悼念 好在禅师问道我 若问别人 恐怕就惹祸 十楼 为什么呢 悼念 因为这些君主 不喜欢别人怀疑 十楼 人上不见 有何佛法可中 悼念 请禅师告诉我 如何来中佛法 十楼 你受戒已多少年 悼念 十多年了 十楼 十多年了还不知中法 今日问我 我的嘴巴怎说得清楚 你的耳朵又怎听得进去 悼念终于言下大悟 在禅门参学几十年 透不到一点消息 机缘一到 得来又全不费功夫 十楼禅师无嘴巴 只是说禅乃无言 悼念的希尔公听 就算希尔但未能入心 岂又奈何 悼念受戒十多年 还不知中法 十楼禅师为其点破 多年心上云雾 一向抹事 此即所谓禅话入心 不可能 进去 下注 感谢观看